当年佛陀在守卫国 奇数及孤独园对比丘们曾经讲过 世界上外在的事物都是无常的 也就是说佛陀说 你们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外在的事物 就是外面的事物都是没有长久的 任何的无常 任何不长久的 都会让人感受到一种痛苦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比方说我们很喜欢一样东西 它不长久了 离开的时候会不会痛苦 这是我们一件很好的衣服 等到你没穿几次 你现在已经不能穿了 因为你的身体发胖了 或者太瘦了 那你不能再穿的时候 你必须要把它扔掉 或者送给别人的时候 你也会有痛苦 这就是无常 在世界上的无常 所以佛陀告诉我们 无常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因为任何一个事情 在世界上的事物 只要你爱它了 你拥有它了 你只要能够喜欢了 或者你不舍得了 等到它无常来的时候 痛苦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的难受 所以佛陀曾经告诉比丘们说 其实这个无常 不是你们真正的我 不是真正的自己 那么为什么佛陀这么说呢 佛陀说这个无常 它是不长久的 它不是一个真正你自己的感受 因为它不该停留在 这个痛苦的我当中 因为苦啊 是我受 是自我 是我着我向 这个意思呢 就是佛陀让我们知道 对世界上任何的事物 佛陀认为 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 什么事物 因为这个不是你的了 你必须不能着向 不是你的东西 你去停留在 以为是我的 那么你就会在痛苦当中停留 所以要离开这个痛苦 比方说 我们有一样东西 一个房子 比方说 你借贷款买了一个房子 你觉得这个房子 当时你贷款买来的房子 觉得是你自己的 你非常高兴啊 又擦又洗啊 这是我的房子啊 对不对啊 等到你贷款还不出来了 银行把你收掉了 你痛苦了吧 你想清楚了 本来这个房子就不是你的 你就不会痛苦了 因为这个房子无偿的了 不属于你的了 你这样想的话 用这种观念来看 那叫正性正能量 所以人就不会生活在一种 无偿的痛苦当中